我其實不是住在沙田 久不久有些親戚就住在這裏經過這裏 其實我沒有來過 我第一次來的 應該是最後一次 好奇上來拍攝 覺得這裏建業有點可惜 也算是一個沙田的地標 海鮮坊除了香港人 也應該只有這裏有的 多數都是禮拜天來 他們不用上班 不用上學就禮拜天過來 一個月兩次左右 但現在都準備結業 沒有地方喝茶 覺得怎樣 可惜一點 大家這麼久歷史 大家村民也來 喝茶也來 整班外民也來 打著聚餐也來 我們有很多公會也來聚餐 乖酒 但之後要各散東西 也沒辦法 不捨得也沒辦法 不捨得咬 這裏有很多營營 都不捨得咬 這裏有很多營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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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是否選擇退休 這裏有很多營營 都不捨得咬 而且是可以經營營 接下來到便宴 我們下午後 我們下午晚餐 我們下午餐 下午餐 下午餐